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财政部部长兰福安日前表示 明年有望实施力度更大的财政措施 由于财政刺激措施一拖再拖 市场情绪受到影响 而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也加剧了外部的不确定性 北京似乎正试图引领一种积极的态度 来看待中国经济前景 改善市场情绪 近日官方喉舌又发表了一篇乐观的社论 人民日报周一发表的一篇社论称 我们经受住了经济衰退的考验 克服了挑战 保持了经济总体的平稳 经济由触底回升的迹象更加明显了 文章还说 中国经济第四季度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 全年增长目标有望实现 并且指出现有措施的效果 以及增量政策的推出 本月初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意外提前公布了10月份的房地产数据 报告称 10月份新房销售同比增长0.9% 这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出现这样的增长 报告强调 在增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之后出现奇稳的迹象 目前中国正努力应对通货紧缩压力 房地产危机以及川普连任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官方声明显然是北京为了增强人们 对中国经济轨迹的信心而做出的努力 但是国际投行瑞银 近日仍然将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4.5%下调至4%左右 他们指出川普上任后可能再次出现的贸易战 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 彭博社指出 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创下历史性高 这将加剧全球的贸易不平衡 使得中国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 也可能会进一步激怒川普 据彭博社计算 如果中国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 继续以今年迄今的速度扩大 那么这一差额将会达到近1万亿美元 根据上周发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前10个月 中国商品贸易顺差飙升至7850亿美元 创下同期以来的最高纪录 将2023年增长近16%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检究员表示 在中国出口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 出口量增长巨大 总体情况就是 中国经济再次依靠出口来实现增长 日益不平衡的局面 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 新任川普政府可能会征收关税 从而减少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从南美洲到欧洲 许多国家也已经对中国钢铁和电动汽车等产品 提高了关税壁垒 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 外国公司也在撤出在中国的资金 今年前9个月 外国直接投资负债有所下降 如果今年余下的时间下降趋势持续下去 这将是自1990年有数据以来 首次出现年度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 到目前为止 北京方面的回应是 承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国务院周五宣布将会加大对工业的财政支持 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过去几年 中国企业的出口业绩不断攀升 而相比之下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便计划程度提高 以及国产产品越来越多的取代外国商品 抑制了进口的需求 10月份的贸易顺差创下历史第三高 略低于6月份的记录 今年前9个月 以人民币计算的贸易顺差 占到GDP的5.2% 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要远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最新数据也显示 今年迄今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4% 对欧盟的贸易顺差 增长了9.6% 对东盟十国的贸易顺差 则增长了近36% 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也在加剧 中国目前向近170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口的商品 都要多于从这些国家购买的商品 这是2021年以来最多的差距 与此同时 货币战争也可能正在酝酿之中 印度央行表示 如果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以应对美国关税 印度洋行准备也让卢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将会使得中国出口产品更加便宜 并且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印度的贸易顺差 今年迄今 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 已经达到850亿美元 比2023年要高出3% 是5年前的两倍多 由贸易战引发的货币战争 也可能会席卷全球 但是也有金学家认为 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影响不会这么大 伦敦凯头宏观的金学家上周估计 美国高额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害 可能不会超过GDP的1% 因为中国出口商 可以通过其他国家来绕过这一关税 他们表示 虽然有效关税从15%提高到60% 将会导致中国的GDP下降1点多 但是人民币汇率调整可以将损失降至GDP的0.7% 但无论如何 下一季度 中国外贸出口出现热潮几乎是肯定的 这已经反映在现在的运费上面 美国西海岸和美国东海岸航线的运费 现在均已出现反弹 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家许天成认为 第一次贸易战中出现的针锋相对的报复行为 现在不太可能再次出现 他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再那么对抗了 单纯报复只会进一步损害经济 中国现在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化的棋手 寻求在保护主义对手面前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因此他认为 中国的任何报复都将是克制的 并且针对美国最薄弱的环节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视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皆是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招致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